而为了因应开学日的到来 中正国小也在26号召开了防疫准备会议 让全校教职员充分了解 在开学前与开学后应该要落实的防疫措施 为全校师生的健康严格把关 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为了迎接开学日到来 青年区中正国小26号上午 特别召开防疫准备会议 除了讨论各项防疫措施 同时也让全校教职员都能充分了解 开学前后应该落实的防疫工作 为了让我们学校老师了解到学校开学之后 或是开学前一些防疫措施 我们今天特别召开防疫会议 针对一些注意事项政府相关的规定 我们都让老师能理解 中正国小校长徐少佑表示 最近学校已经陆续清点各项防疫物资 数量不足的物品将会在开学前补足 保障师生健康 我们在开学前我们都会先做一个准备 比如说口罩消毒水或是漂白水 或是相关的耳温枪等等 我们都会做一个准备 另外徐小佑校长强调 近日教职员工也针对校园与教室 进行消毒清洁工作 请家长放心 至于开学后的相关防疫措施 包括在家量体温 一早入校门量体温等等 也期盼家长多加协助 孩子到学校来一定要戴口罩 我们一路校门一定要量耳温 甚至于我们还要求孩子要请洗手 那在教堂过程当中要注意 教室这些空气的流通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要避免就是说 跟一些同学如果生病了 我们一定要说不要到学校来 那我们一样就做好一个防疫的措施 虽然国内疫情趋缓 但国外疫情仍旧严峻 因此中正国小呼吁全校师生与家长 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戒 不要让新冠肺炎病毒有机可乘 戒指申明长们齐新店采访报导